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护人员一直都很支持首部卫生 最近还有个关于首部卫生的活动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首部卫生是有效防止疾病全部的方法 例如接触病人前后 进行无疾情绪前都要接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灾盘未来的医护人员 提供高质素的医疗服务 首部卫生是感染控制不可或缺的一环 所以从盘分阶段开始 已经教他们做好首部卫生 养成良保的习惯 我们也支持首部卫生 如果双手没有明显的污垢时 可以用酒精的初手液 结净双手 接紧要覆盖双手的所有部位 由拆至双手缸头 当双手有明显的污垢 或者被血液体液沾污了之后 应该用碱液和清水洗手 做好首部卫生 又减少得我们市界医院 无论用碱液或酒精初手液 接受都要最少初手20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守护健康 由手部卫生做起 医护人员做得到 你都做得到 那我明白了 原来手部卫生是这么重要 还需要大家的参与 多谢你们 一起练习正确结手步骤 包括手掌 手背 指纳 指背 拇指 指尖和手本 用碱液及清水或酒精初手液 初手最少20秒 保持手部卫生 保持手部卫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